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亲爱的朋友平安 我是康来昌 我们今天继续要讲 基督徒伦理的工作和家庭的部分 我们也继续用约瑟他的遭遇来学习 怎么样靠着上帝人眼 怎么样靠着信心来过日子 我们讲到约瑟被卖到埃及 我们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 有神同在 他就能克服这种艰难 那么但是神的同在是什么意思呢 神的同在 神无所不在 那神跟每个人都同在 从某个意义来讲 的确神跟石头 跟无神论 跟佛教徒 跟任何东西 在任何地方都同在 神的同在要对我们有帮助 我们必须是那种可慕信靠神同在的 那可慕信靠神同在 当然我们平常说希望能够用信心 读神的话 读经 祷告 向他祈求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死板固定是这样 约瑟生平里面他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没有记载他向上帝祷告 也没有记载上帝对他说话 他也没有跟上帝说过话 上帝也没跟他说过话 这个跟亚伯拉罕以赛亚各都不一样 我在这里不是鼓励大家不要读经 不要祷告 我相信仍然约瑟是常常跟神说话的 常常跟神亲近的 只是圣经上没有记载这一点 神跟约瑟交通的地方 方式都是用梦 那在诗篇105篇19节 有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 那我们不应该去求用梦来 了解上帝的旨意 因为这里面太多我们不可靠的想法了 但是我们不排斥神可以用这些方式 那神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看到约瑟是在非常艰难中被锻炼 以前他天之交子 现在他做奴隶 做奴隶有上帝同在 他就做得非常好 做什么都好 我们可能对我们生活中的很多 上帝对我们的安排不满意 我想我自己就不满意 我觉得我自己 我很矮 长得不好看 那么我不够聪明 那么我家里不够有钱 那么我们有很多的不满意 那感谢主这是以前 以前虽然信主还是常常有很多的抱怨 那么感谢主现在是越来越不抱怨了 知道神的带领 用神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现在是充满感谢主的带领 婚姻家庭父母都是最好的 当我们相信神对我们带领好的时候 我们就产生一种积极的力量 不是一天到晚在怨天有人 因为事情不顺利就怨天有人 也不是因为自己做得很好就得意忘心 您看我们现在所讲的都跟我们以前讲信心 讲因性称义是连在一起的 你信神生活中就有力量 我也听过很多人讲 包括现在你在教会里看到这个情形 不要一天到晚讲圣经 尤其不要讲教育 要讲生活一点的 要讲实际一点的 弟兄姐妹我发现没有比正确的教义 没有比圣经更实际的 你天天讲生活的 我们如何交友 如何结婚 如何处理金钱 这也是可以 但那个基础是信靠上帝 是认识上帝 看来枯燥 可是那个东西是基础 那就跟我们任何的科技要发展的话 我们要有基础的教育 数学逻辑的思考 这个是基础的 你在大学里面学维积分 初中的时候学几何 学那干嘛 你真的数学要实用的话 我想加减成熟 能够买卖就够了 那个小学生学半个学期 甚至学几个礼拜 几个月就够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学几千几万个小时 因为你学了加减成熟 你最多也只能加减成熟 但是如果你询了维积分 或高等的数学 那么电脑啊 还有工程上的就可以做 我们基督徒 华人的教会一直有反制的倾向 一直对神学看不起 我也承认神学是需要检讨 我们常常是高言大志 常常讲的不信仰 不纯正 常常有很多的不实用的情形 但是真正的依靠上帝而来的神学和完整的对圣经教导 对生活是有绝对直接的帮助 而且是唯一的帮助 你天天讲生活 生活反而是一片虚空 你讲到神的事 圣经里面 那就有用了 约瑟就是与神同在 不是与什么心理学的书啊 励志集同在 如何在困难中怎样怎样啊 他就是有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在艰难中就给他力量 他就做得很好 他不抱怨 我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 如果在种种的环境中 看环境真的是抱怨 我们以前讲信心讲过 一定要有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 约瑟知道上帝是爱他的 虽然环境不好 所以从这种信心去产生力量 主人叫他做什么 他就做得很好 甚至后来在创世纪39章第三节 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各位上帝是看不到的 可是他主人居然看到耶和华跟他同在 我不知道您在工作的职场 在不信主的家庭中间 有没有活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让人看到你的上帝跟你在一起 这太奇妙了 我们一天到晚说 说没有那样见证有什么用 主自平安 我们一天到晚紧张得不得了 主赐温柔一天到晚暴躁 主赐喜乐一天到晚愁眉苦脸 我们怎么让人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真实的 约瑟没有讲什么话 他的主人就看出耶和华与他同在 亚伯拉罕以赛亚各都有这样的情形 他们在不信主的人当中 人家看到 我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 因为我们在敌对上帝的世界 工作职场家庭里面 我们以善甚恶 人家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又真又活 跟我们同在的 后来他就把一切交给约瑟馆 但是一切都给约瑟 现在他从奴隶被生成家里的总管 问题并没有解决 贫穷苦难的时候 有贫穷苦难的管教和恩典 顺利的时候有顺利的管教和恩典 贫穷苦难的时候有贫穷苦难的引诱 顺利的时候有顺利的引诱 约瑟又碰到一个引诱了 先是在苦难中抱怨上帝的 远离上帝的引诱 约瑟克服了 下面是舒适的引诱 一个女人来引诱他 他主人的妻子引诱他 各位你看埃及女人 中东女人到现在 照起来就露出一双眼睛 那个很迷人的 勾魂射磨的 圣经写得很生动 他主人的妻子不是讲话 是用眼睛对约瑟讲话 说你来跟我睡觉 各位我们现在也会受到色情的引诱 我们怎么克服色情的引诱 这个不是非基督 基督也一天到晚都有 在教会里面 在工作职场里面 约瑟讲得非常好 约瑟说 我不能够做这个事 他说我不能做这个事 得罪上帝 注意他不是说 我不能做这个事 得罪你老公 你说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有天渊之别 如果约瑟不做这件事 不通奸 他的理由是 你老公是情报局长 你老公是安全局长 他老公是法老的侍卫长 如果跟你通奸被他发现了 碎尸万段了 我不敢 如果考虑的是人 那么这个理由不够坚强 我们迟早还会犯罪的 那个情欲会叫你想办法 瞒不住他的 各位我们再举例子 我考试不作弊 为什么不作弊 因为那个监考老师好严 那这意思就是说 当监考老师不严的时候 就作弊了 那你总有找到 监考老师不严的时候 我们基督 人在世上生活都是看环境看人 环境许可我就做 不许可就不做 基督徒随时看到上帝 就算没有一个人看到 就算没有一个人知道 上帝知道 儒家和康德说 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理智 我们盛其独野 我们一个人 这是很高贵 但是人办不到 人只有仰望上帝 从上帝内得到正确的警惕 和正确的奖励 我们才能来做 约瑟说我不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可以满足你老公 我可以满足天下人 我不能满足上帝 我不能得罪上帝 各位可是你照上帝的话做 如同约瑟现在正直 问题并不一定解决 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你听上帝的话 一切就好 OK 是 至终是OK 但是在生活里面 会有那个 到OK之前的不OK 这个女的 天天引诱她 我在想约瑟天天祷告 这个女的 大概也天天祷告 她的尼罗河神 给我机会 跟这个男孩子上床 约瑟 约瑟这个时候 是大概二十岁左右 年富力强 她也有幸运 她在流落异地 一个漂亮的女人说 我要跟你睡觉 这引诱太大了 怎么克服 就是依靠上帝 但依靠上帝 问题还在 这女人天天求 尼罗河神 给她机会 约瑟天天求上帝 主啊你改变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没有改变 主啊那求你 让我的心直尖底 但是她天天引诱 我也快要动摇了 约瑟可以有第三个祷告 如果她不变 我快要变了 那么第三个 求你不要给她机会 不要给她这个环境 结果真的有的时候 你看看 我也有人跟我讲 哎呀 神为什么让我们 进入这个试探 主导文不是都不要 带我们进入试探 神为什么又让我们 进入试探 神爱我们 保守我们 在亿万个事情中 已经保守我们 不在试探里 但是有的时候 她让一些试炼 临到 有她的美意 这有一天 约瑟 神经上说她进到屋子里 那表示她真的不敢进屋子里 因为她怕她女主人引诱她 她有一天进到屋子里面去办事 真是天作之和 那一天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波提法家里恐怕上百的奴隶 那天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女的得意死了 她觉得是尼罗和神给她的机会 这次不用眼睛说话 用手说话 抓住她来 我们上床 各位约瑟这个时候 或者你我在生活中碰到这种时候 千万不要祷告 你说哪有牧师叫人不祷告的 我形容给你看 孤男寡女在一个房间里面 你在那里祷告 主啊给我力量 胜过诱惑 那个女的说 哎呦你好强壮哦 你能祷告几秒钟呢 这种时候要逃 凡自己为战的 我们要小心 有些危险的地方 我们真是求神帮助 我们不要进去 因为我们站不住 约瑟逃了 可是再一次 他的衣服害了他 妇人抓住他的衣服 然后给他的主人看 上一次 约瑟的哥哥 把他衣服给他爸爸看 上面有血 你看 这是不是你儿子的 他爸就死心了 他已经被野兽吃掉了 上面是他的血 这一次妇人把衣服拿到 你看 这是不是你买回来的奴隶 有证据 各位你可以多想一点 你有没有想到 约瑟为什么不跟他主人讲 多想一点你会知道 这个很困难 我不知道 波提法晓不晓得他的太太不老实 我才心里知道 男人对约瑟很敏感 但约瑟不能跟他的老板抢 有的时候我们在职场上工作 谁都不能抢 求告无门 你只有求上帝 求上帝 上帝好像还没有开路 就是逼到你死 逼到你到监狱里去 约瑟不能跟他的老板抢 因为约瑟如果跟他的老板抢 你老婆在勾引我 你想他老板会不会承认呢 男人都是挨面子 你什么东西 你一个买来的奴隶 我老婆哪有那么贱 说不定约瑟还先被关起来了 先被杀头了 有的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 真的不公平 你没有办法讲 依靠上帝 依靠上帝 环境没改善 继续依靠 没有改善 他被关在监狱里了 关在监狱里 约瑟没有回心 没有上志 没有说 我信这个上帝 你看信到这个样子 我信靠上帝 结果先是被卖 然后我持守正直 结果是什么 关在监狱里 我越信靠上帝 越持守正直 情形越坏 我不要再信了 我不要再这样了 耶稣讲过 到末世的时候 因为不法的事争多 爱心就冷淡了 不仅爱心 很多圣 圣洁正直 善良都会冷淡了 再一次 我们求神的爱 在我们心里 在我们里面的 必须比在世界的更大 您必须有上帝的话 上帝灵在你里面 当这些一波一波艰难 女人的引诱 金钱的引诱 或者是兄弟的仇恨 让你要爆发的时候 或者躲避的时候 胆怯的时候 有上帝的灵 引导你 约瑟在监狱里面 我们这说都很容易啊 我知道我自己 绝对做不到的 如果我是委屈的 被关在监狱里面 我一定抱怨上帝 我也不要信上帝了 祷告那么久 都没有用 我听很多会友讲过 我以前也是这样 祷告那么久没有用 有用的 继续地持守 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因为上帝是真实的 约瑟照样在监狱里 与上帝同在 也照样 典狱长就把一切事交给约瑟管 当我们得到好处的时候 约瑟的主人 约瑟在他主人面前蒙恩的时候 得到好处的时候 他不是就变成官僚 罚号施令 他就是伺候他主人 就是服侍 我们得到恩典就服侍 他在监狱里 得到好处的时候 典狱长相信他的时候 他也伺候 他伺候其他的犯人 这了不起 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样 我们得到好处 我们得到恩典 不是骄傲 紫气高氧 我们是服侍 伺候别人 他伺候到一个地步 伺候 那个有两个犯人 就是法老的九正和善长 有一天觉没有睡好 他都看出来了 这叫体贴人 我们一天到晚在体贴自己 哎呦我可怜啊 我倒霉啊 各位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爱人的人了 我们要舍己 我们要看到上帝是在照顾我们 所以我们不必为自己操心 不要忧虑 耶稣说的 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 穿什么操心 不要为食物劳力 我们工作 但是不是为无斗米折药 不是为吃的 我们是感恩的来生活 你说谈何容易 我知道 因为我自己也活在这个世界 更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 我们可能行义受到很多的委屈 信主受到很多的艰难 但是不要退让 约瑟继续人 与神同在 然后他能体恤人 你一天到晚看自己可怜 你就没有办法去爱人了 你去爱人 你就忘记自己可怜 反而得到力量了 约瑟说 哎你们今天怎么面带愁容啊 我们常常一天到晚 自己带愁容 希望人家来安慰 有上帝的安慰 你就能安慰面带愁容的人 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保罗就讲到说 我们在百般的患难中 就可以用上帝给我们的安慰 去安慰其他人 保罗并不是说百般患难中 求上帝 上帝就把患难挪去 没有 有的时候是挪去 有的时候没有挪去 我们应当求挪去 但是神不挪去的时候 我们感谢主 约瑟去照顾别人 他就忘记自己的苦 有一天他看到九正山长有愁容 你们为什么脸上带着愁容呢 他们说我们做了梦了 这个两个人的梦 我就不去解释了 约瑟就立刻把那个梦解出来了 那个梦就是说 山长会死 三天之内会被处死 九正三天之内 官复原职 回到法老的前面去调酒 哦 我相信约瑟在帮这个 九正解梦的时候 他心里好兴奋 谁把他关在监狱里的 法老的护卫长 内政部长 那谁还能违反他的命令 只有法老了 那法老怎么知道约瑟好呢 哎 法老身边最信任的那个九正 被关在监狱 在监狱的时候 约瑟又非常照顾他 然后又帮他解梦 又给他一个好消息 三天之后你会回去哦 我想约瑟很兴奋 上帝要救他了 他跟那个九正说 你回去的时候 请你记得我 你替我在法老面前 说几句好话 说几句诚实话 你看到我 我真是一个好人 我从西部来的那个地方 被拐到这里来的 我根本没有做什么坏事 你也看到我了 那你就请法老 还我清白吧 九正当然说好 各位人生真的这样 约瑟对别人的梦 解得清清楚楚 对自己的遭遇 他完全没有办法 完全不知道 他总共解的是三组梦 他自己做了两组 那个自己的两组梦 就是他有一天会大富大贵 可是他完全不知道 什么时候发生 法老做了两个梦 九正三长 各做一个梦 就是有两组梦 这个约瑟解得天衣无缝 解得完全正确 什么时候发生 什么样的事 都完全实现了 可是他自己的梦 什么实现 什么时候实现 他完全不知道 他十七岁的时候做梦 他最后富贵的时候 是三十岁 他最后跟他的家人 和好的时候 是三十九岁了 这个真的 我们很难想象 当局者迷 让我们也感谢主 当局者迷 我们不必知道明天如何 我们知道上帝 我们帮人解惑 约瑟替法老解惑 约瑟替九正三长解惑 而且告诉他们 你们的困难 三天后就结束了 或者说 你们的困难 三天后就发生 或者说 风年荒年 马上就会临到 但约瑟看不到 自己的富贵 什么时候才来 也许我们这一辈子都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也可以得到 就是如果我们有信心 此时此地 我们就会有 耶稣所赐给我们 那个世界不能给 也夺不去的平安和喜乐 约瑟帮九正三长 解完梦以后 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知道事情会像他解的一样发生 因为上帝给他这个智慧 那他推论就是 三天之后 九正官复原子 那九正就在法老面前 替我说好话 我三天之后 最多四五天之后 就得释放 没有 没有发生 约瑟帮没有解错 但是应用在他身上 他居然 失灵了 他想错了 九正把他忘记了 哎呀 九正会忘记他 可是 神不应该忘记他 因有富人忘记 自己颅养的婴孩呢 即会有忘记的 我也不会忘记啊 一天两天 他不得释放 一个月两个月不得释放 一年两年都不得释放 九正把他忘记了 我想 约瑟又在监狱 待了两年 真是最痛苦 他对人性可能绝望了 你看我对你们这么好 你居然忘记我 他对神可能也绝望了 你为什么不替我伸冤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诗篇里面 很多这样的话 圣经也有讲 那忍耐等候 怀着盼望 在等候中不灰心的人 有福了 神是常常叫我们等候 我等候你要到几时呢 我等候你像首约的等候天亮 耶和华我仰望你 眼目失明 约瑟可能也眼目失明了 哎呀 又要等 等到绝望 我要持守善良到什么时候 我要信到什么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到永远 持守善良到永远 神叫约瑟又等了两年 这有重大的不同 如果九正没有忘记约瑟 回到法老那里去 就说 哎呦 法老王啊 监狱里有个西伯来的少年人 他很好 他很委屈 把他放了吧 那么约瑟得到 就是无罪开示 打个包包 回到老家去了 神让他等两年 差别是无罪开示 和成为宰相 我不是说 我们再等两年 就会做行政院场 我们来说 我们在等候当中 有信心 有盼望 积极的工作 胜过环境给我们压力 神让他又等了两年 两年之后有一天 法老做梦 法老做梦 梦见这个 我们也知道那个梦 梦见有七只兽母牛 把七只肥母牛吃掉了 梦见七个肥胖的碎子 被七个枯干的碎子吃掉了 两次 先做一个梦 法老吓醒了 又做一个梦 非常的清楚 解不出来 早上他找所有人来解 解不出来 这个时候 九正说 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 我想起我的罪了 王啊 两年前 我关在监狱里的时候 有个西伯来少年人 他会解梦 哇 于是这个时候动作非常快了 音乐的节奏也很快了 他们立刻到监狱里 把约瑟弄得干干净净 打扮得人模人样地 带到约瑟面前 约瑟的痛苦快要结束了 因为他开始 他最棒的表演了 他要在法老面前解梦 法老说 我听说你能解梦吗 感谢主 弟兄姐妹 我们在最低的时候 满有希望和信心 我们在最高的时候 满有谦卑 我们不要因为得意的 就忘心了 这又是信心 对不对 我们现在所讲的 这些伦理生活 通通是建立在 对上帝的信靠上 我们在这里的伦理生活 跟罗马书一样 先讲到教育 再讲到生活 虽然生活中有教育 教育中有生活 但是让我们有个好的基础 不要听约瑟的故事 听得好过瘾啊 要知道他怎么得胜的 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 约瑟站在法老面前 他没有吹牛 我是能解梦 我是弗洛伊的大弟子 他说这不在乎我 这在乎上帝 让我们在得意诗意的时候 都知道信靠上帝 然后他就解了这个梦 各位注意 那个梦只有讲到说 会有七个丰年 然后会有七个荒年 七个丰年会被七个荒年吞吃 也就是 埃及遍地会来七个丰收年 丰收年以后会有七个荒年 荒年会比丰年还可怕 约瑟解梦就解到这里就好了 但是约瑟不是解到这里 梦只有到这里 梦不是解释而已 梦要能够解决 现在很流行讲权势学 讲示意学 不管在基督教 或者是社会学里都讲这些 讲到说你要解释一个东西 不是文字上解释而已 而要解决那些问题 这个只有在圣经里看得到 约瑟不是解释那个梦是什么而已 约瑟把那个困难解决了 事实上那个梦好像都颠倒过来了 那个荒年没有吞吃丰年 丰年救了荒年 差别在哪里 就在约瑟 愿你我是约瑟 在饥荒的时候 在痛苦的时候 我们信靠了上帝 我们解决了问题 约瑟把梦解完了 说这次会有七个丰年 然后七个荒年 然后约瑟说了 说了解决的办法在梦里完全没有 你要找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 派他治理埃及 然后在丰年的时候 征收五谷建造粮仓 法老和他的臣仆一听到 就说哇 这个人里面有神的灵 再一次你看 这个人有没有神的灵 这个人是不是被圣灵充满 我们都 基督徒都不一定常常看得到 约瑟能够被一个非基督徒看到 说你里面有神的灵 弟兄姐妹 你在工作职场 人家是看到你有神的灵 有爱的灵 有智慧的灵 有光明的灵 还是看到懒惰的灵 抱怨的灵 生气的灵 嫉妒的灵 纷争的灵 我们让人看到我们身上是什么灵呢 愿主的灵充满我们 我们就越来越丰富 法老跟所有成部说 这个人太棒了 这个人太妙了 这个人什么都会 于是法老就把手上的戒指拿下来 戴在约瑟的手上 说从今以后 你是埃及的宰相 丑小丫 变成天鹅了 哎呀 约瑟实在太棒了 所有的苦都没有了 他变成宰相了 他有最高的权威了 那么他也结婚了 他结婚 生了 妻子给他 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叫马拿西 一个叫以法莲 马拿西就是忘记了 神让我忘记了 忘记过去所有的痛苦 这很了不起 我们能够不念恶 这是很好的 但是忘记还不够 上帝要他能饶恕 上帝要他学更多的功课 各位当他富贵荣华的时候 神仍然要他学功课 神也要我们继续学功课 愿我们也愿意学功课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愿神赐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